大家好,我是Elise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粉底的實測 五個鏡頭 I'm not going to do it 你有沒有不玩啊,大家 我... 而這次實測的主角 就是最近很多人討論 很多人提及的 冬甩粉底 而這隻冬甩粉底的真身就是 登登 這個Estee Lauder的Double Wear粉底 其實我自己真的是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的忠實用家 如果那天我是追求一種 很Long Lasing無瑕的底妝 每一次我都會回到Double Wear的壞店 但我自己選擇粉底來說 我很追求一步到位的粉底 最好就是高遮瑕度 以及持久力要非常好 再加上我本身看起來 是非常非常怕熱 然後出汗的主要區域 全部都是在臉、額頭等位置 所以如果粉底持汗力不夠的話 在我身上是會尤其難看 而且尷尬 所以如果我知道那天是有 全日的戶外活動 或者需要長時間戴妝的話 Double Wear是每次都會拿出來用的粉底 我記得我上去年去泰國曼谷的時候 我有戴Double Wear 我上星期去布吉度假的時候 我都有戴Double Wear 其實前前後遇了這麼多次這麼多年 忠實用家我來講 我真的可以拍心口保證這一支 是可以令你很放心自己的底妝 不怕有任何價格情況的粉底 但是我都明口說無憑的 所以今天我會用四個簡單的小測試 測試一下這支Double Wear的粉底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我說的那麼好 第一個測試就是一個遮瑕度的測試 測試的方法就是 飲品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最近的Vlog 我喝了一點酒 整個臉是超級無敵爆紅的 有很多朋友都在下面留言 哇你臉紅到這樣 的確我是有很嚴重的Azion Flesh的 大家一起跟我去看看 OK 雪櫃 究竟有什麼酒精 那就是有Charmeser 這個是韓國的燒酒 有兩支喝了一半的紅酒 也都有 哇 現在我家裡有這支東西的 高糧酒 好 我決定了 今天第一個挑戰會 會喝韓國的燒酒 其實現在是早上來的 我已經開始準備喝燒酒 我很久很久沒喝過燒酒 其實我最近連酒都少喝 所以我很明顯是感覺到我酒量變差 以前走燒機的時期 可能兩支燒酒都OK 但現在我懷疑 可能兩三個Shot 我都已經可能會躺下 年少無子的味道 好 第二杯 繼續第三個Shot 其實我現在是不是都還好喝 我現在開始覺得有點熱的 連續三個Shot之後 眼神有一點點飄是正常的 我現在很想吃燒肉 過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開始的反應變得有點慢 而且很明顯看到 我臉開始紅 權貴這些位置 有時我頸和下巴都會紅 我們馬上來嘗試用Double Wear 來遮蓋一邊臉的泛紅 這次我會用Double Wear Stay In Place 來遮蓋 這支粉底是一支可以建立的粉底 可能第一層 你想薄薄一層 覆蓋了臉大部份的範圍之後 你再在你想特別遮瑕的位置 例如今次面珠燈 放多一點 做重點遮瑕 然後再加上它 基本上我就不需要再加任何遮瑕膏了 因為它的遮瑕力真的很好 而且很容易控制 只要顏色選得對的話 其實它出來是一個非常自然的finish 你可以看到兩邊臉的分別 這一邊就像關公一樣紅 另一邊就一個正常的樣子 這個粉底的遮瑕力真的非常好 我上了兩次 你不會覺得這一邊的妝感 比這一邊好很多很多很多 第一關的遮瑕力測試 Estee Lauder 啊 升級進入第二個測試 第二個粉底測試 就是一個抗尖染力的粉底測試 不知道大家來韓國旅行買衣服 想試一些上衣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給店員遮上一塊 白色正方形的布仔 原來那塊布就是被客人在試衣穿脫的時候 放在領口位 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我們女生的粉底 很容易會因為摩擦穿脫之間 而沾上了他們的還沒賣出的衣服在領口上面 一開始在韓國fitting room試衣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點奇怪 但隨著我住在這裡 越來我發現越多我想試的衣服 領口位有一大塊粉底 我才知道原來這個情況是真的很普遍的 不單是在fitting room裡面的衣服 有時我穿脫自己的衣物 如果粉底用得不適合那天的衣服 或者想妝太久的話 我的衣服的領口位 都是有超明顯的粉底質 例如這件白色 尤其是明顯 至於怎樣可以避免這些那麼尷尬又麻煩的情況呢 一隻穿衣服的時候 大家盡量溫柔一點 不要太暴力急速地摩擦你的皮膚 要擦走你的底妝 而第二就是選擇一個抗尖染性很強的粉底 而我今次這條影片 全日用的SC Lauder Double Wear 就正正是一個持久力很強 非常抗尖染的一款粉底 為了在視覺上展示給大家看 究竟Double Wear有多不transfer 今天我會和小巴西來一場枕頭的大戰 在我們腥風血雨的大戰之間 看看究竟我的粉底會不會掉落在白色的枕頭上 我們今次枕頭大戰的抄賽者 It's so unfair Future I'm gonna lose 反正就是我們會包剪 猜輸了那個人要接受枕頭的一大獎掛 Brow, seize the paper Not too strong, please, not too strong Baby? You serious? No, you cannot touch me One more round Size the paper I'm so happy I'm gonna play this game anymore It's not unfair I'm gonna play thi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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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seize the paper So I'm gonna play this game I'm gonna play this game I'm gonna play this game Are you serious? 我們來一齊看看這個白色枕頭 純白色枕頭 大家可以看到正面是沒有東西 背面也沒有東西 其實我自己也預計在白色枕頭上 應該不會有任何粉底 因為我對Double Wear是很有信息 但令我最驚喜的是 連唇膏都沒有沾到上枕頭上 大家也可以近鏡看看皮膚現在的妝感 就算剛剛被人倒打了之後 底妝是完全沒有花 完全沒有酒位 遮瑕度也沒有因為摩擦而減少了 基本上跟我剛剛上妝是一模一樣 反而現在是有一點油光 出來皮膚質感會更加自然 更加貼 所以我作為一個貼心的男朋友 可以入手一支Double Wear給你女朋友 以後出家或有親密互動的時候 就不會有更加情況 第三個測試就是防汗的測試 你看粉底遇到汗水之後會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這個測試其實找我真的是最硬 我小時候的花名叫做漢人 因為只要天氣有一點熱 我就會馬上在頭、臉、爆汗 現在我已經換了運動裝了 我們出發 Gym房 來到Gym房了 開始跑步 超大汗 剛剛浸了 剛剛浸了一些汗 粉底也沒有掉 做完整個workout了 剛剛出完汗 又抹汗 然後現在的底妝就是這樣 其實質地或遮瑕上面 真的沒什麼大變化 反而是我的眼線、唇都掉得七七八八 而且現在乾淨沒什麼汗 看到臉沒有了 很油 就是那種游水混雜的感覺 還是很乾淨、很均勻的膚色 HELLO 大家好 我終於回到家了 剛剛做完Gym 然後去了Supermarket 買了一些材料 我還有吃完我的晚餐 就到了現在這個時刻 說真的 現在這一刻我最想做 就是沖一個熱水涼 然後穿上我的睡衣 開始躲在床上剪片 但今天的底妝實差 我還有最後一個還沒做 也是我本人覺得 在這麼多實差裡面 最瘋狂的一個 就是 大妝洗澡 那待會就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 在熱水和蒸氣的作用之下 我現在臉上的Double Wear底妝 會變成怎樣 先洗澡 先洗澡 好 大家 我洗完澡了 現在頭髮都再濕滴滴 這次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不下妝 就洗澡 其實現在整體的臉 都還有一些水珠的 我們現在來試用這些 淺色的毛巾 引一引臉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就算是大大力刃完 毛巾上面是沒有任何的粉底 掉下來 其實現在這個底妝 你是一個社交距離網 雖然沒有剛剛上妝 那麼完整 但整體 其實也可以看到 粉底還是很乖 衣服在皮膚表面上面 不會說有些 焗布脫脫脫脫的 都很尷尬的情況 那如果一上妝 它的遮瑕都好像伏到是10分的話 去到現在 我想它還是有7.5分的 只不過是我的比較深色的 瑕疵或者墨 去到現在 會比較顯眼一點 會慢慢有一點點浮出來 但都無可口非 這個底妝跟著我 全日上山下海 又做運動 又出航 又等等 所以keep到現在這樣 其實我是喜出望外 非常之滿意的 好 讓我輕輕吹乾一點頭 再跟大家總結今天的訊測 總結 我今天親身經歷了 四個不同的粉底測試 完了之後 是令我更加確定 這一隻粉底的高遮瑕度 以及超長的持久度 無可置疑 至於這一款粉底 適合什麼場合呢 我覺得會很適合一些 你服思到那天 會帶妝得很長時間的一些日子 會做水上活動的日子 或者一些重要場合 比如拍照 或者典禮等等 如果你想底妝看得非常完整 高遮瑕度 亦都不想傳染下來 不斷擔心底妝會不會花 Double work 真的是一個令人可以很放心的底妝 但如果那一陣子天氣比較乾 或者我那一陣子的皮膚狀態 比較敏感 少少上妝 比較不貼 容易脫皮的時候 我就會在用粉底的時候 混合Acyloda 這一支 Avance Night Repair 其實這一款混合粉底一起用 是可以增加它的保濕力 亦都可以令粉底更加貼膚親膚 我快用完了 快去買了 順便給大家一個參考 Double wear Stay in Place 我用的顏色號 就是這個 而另外一支 Double wear Nudes Water Fresh 我就是用 我換了這麼多次 Double wear 我私心真的覺得 這支粉底要用得漂亮 是一定要配合你本身的膚色 和你的皮膚的Undertone 其實這樣說Undertone Double wear這個粉底 已經有cooler warm 和neutral 這三隻 所以如果大家想考慮 入手Double wear 但同時又不是很清楚 自己Undertone 或者是適合的話 強烈建議去Counter那邊 問一問一些專業彩妝師的意見 他們會告訴你 究竟哪一款是最適合你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以前的自己 都瘋狂投訴 為什麼Double wear這支粉底 這麼好用 這麼出名 竟然沒有一個pump 而令到我每一次倒出來 都很輕鬆 和浪費粉底 但是呢 其實現在這個pump 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 只要你是入手了Double wear 其實你可以去Counter 免費拿一個Double wear的粉底 噴 就可以完全地散開了以前 拿粉底 和application的小麻煩 今天這個 Esti Lauder Double wear的粉底色 加上四個不同的challenges 就來到這裡了 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新 非常有挑戰性的影片拍攝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看這條片 有趣味性的同事 都可以拿到你需要的資訊 了解這個產品多些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告訴我 還沒subscribe過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再見 再見